早餐的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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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要给你们看的 就是我开箱我的宿舍房间 我是住在 MTU Tamarin Hall的 Double room 然后现在是没有Acon嘛 然后可是最近都是雨天啦 所以我觉得还很凉 之后不知道会怎样 希望它不会太热啦 那我们现在就去开箱我的房间 耶 这就是我的房间 因为现在我的房间他已经回去了 所以他东西就放在我这边 所以我这边有很多东西 然后这就是两个人的房间 一个人有一个书桌 椅橱和一个床 然后给你们看我的床 这是我的床 然后这个狗是我从家里带来的 因为我想家 然后这个抱枕是 我来这边了才买的 因为太长了 我不可能从家里带来 然后枕头也是要自己买 然后这边有一个通风口 可是那个一开了 隔音就会很差 基本上一个书桌就这样子哦 可是我现在把他的包包也是放在床子底下 然后我们有一个厨在这里 然后桌子哦 然后可以开桌灯 哎呀就这样子哦 不要亮啊 读书的时候 然后上面有一行 这边我放我煮菜的东西 还有一些 线线啊 还有这个 树 上面也可以放啦 可是我已经收起来了 然后这边我本来也是有布置哦 可是我收起来 因为之后可能要搬后 所以我先收了一部分 人以厨基本上诶 有一点大 它就是一开了就这样子哦 上面会有两层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有一个给你钓的 然后 这边有一个小厨 下面还有一个 绝绝我们会放行李箱在那个下面那边 或者是我们会放在厨顶 然后外面呢就有一个塞衣甲 可是我们是行的话 所以这个塞衣甲很少 有一只 等它有点粗 你要买特别的夹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的话 因为我这里是很像一个圆圈的嘛 然后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 从那边 从那边 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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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 这样子 然后再介绍一个 Hall里面的人都需要用的东西啊 就是一个小篮子 或者是桶 因为小篮子的话 它下面会有洞嘛 你就可以 给它流水出来 然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发霉 然后这个篮子的尺寸 不会也太大个啊 因为有些Hall的植物架 它是很小空间嘛 所以 一定要小一点点的 刚刚好装完全不东西哦 然后我现在要 要去楼下了 double c 然后我们这里 有 电梯 这边有两架电梯啊 所以其实 平时的话是蛮快的 除非它要维修啊 电梯就 会要等其他的人 然后电梯走过来 有一个楼梯啊 然后这边就是外面 我讲那个一圈的那一个 其实晚上看的话也是蛮美啊 可是白天更加好看啦 这边电梯就写是哪里一楼 然后我们出来 下到楼下了 就要按这个门 的这个 exit才可以出去 然后平时我们来到的时候 也是要scan了 才可以进去 所以 基本上起了后 可以这边进到我们的后啦 算是很安全啦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 leaving street咯 就是 有人会在那边打球啊 那些 因为很大很大 然后 这边有一个超长的楼梯 每次下雨就会很滑 可是 下去了过后就是bus stop啊 所以 我们如果要去bus stop 其实蛮靠近的 然后这边很方便 我房间走出来就是一个装水的地方 还有洗东西的地方 然后 这边有一个launch 就是有电视机还有sofa给你chill的地方 可是因为现在很晚了 所以锁着了 然后这个就是launch了 然后你进来灯就会自动开了啦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dryer 三个洗机 然后我们要用 呃 新的一块钱来洗衣啊 所以如果你新来的话 记得要带一块钱来啊 然后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pentry 在pentry啊 你就可以用microwave 还有一个stuff 还有一个种水的地方 这些都是你的hull可以共用的东西啊 当然如果要方便的话 带multi cooker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我后最好呗 就是还有阳台在上面 好 走过去 面就是这样子的 耶 是我的小小火多 就这样子换娘吧 拜拜 嘿